嗨,大家好,我是小慧,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离子胸针 我们这个离子胸针小巧方便携带 不论是新手还是病人达人都能轻松搞定 那现在我们开始吧 咱们这个离子胸针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主体,离身 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离枝,离梗 那现在我们开始进行辨枝 将线拿出,常常在我们左手上 我们首先勾置它的离梗 打一个活结 好,将针直接拉出线圈 这微字形呢就是一个锁针 我们这时候要勾置六个锁针 六个锁针勾置完成 我们在倒数第二个针目的离山这里 就是测一下条后背的离山 进行引拔勾置 我们做五个引拔 引拔做完之后我们进行断线 向线拉出 好,这是我们的离梗 我们做好之后留作备用 接下来我们换线 进行离山的勾置 还是继续左手缠线 然后缠在我们左手上面 进行圈支 将针插入线圈 先做一个锁针为起离针 然后在这个圈内将线拉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颜色性穿过 这就是短针 我们第一圈之内呢 勾置六个短针 短针勾置完成 拉紧线圈 我们于第一个针目 进行引拔 这就是第一圈 第二圈勾置 在刚刚引拔的针目这里 我们勾置一个短针加针 那第二圈 每个针目都是要勾置一个短针加针 这样勾六组 这一圈总共勾置12个短针 第二圈勾置完成 开始勾置第三圈 我们先做两个短针加针 就是前两个针目 分别做一个短针加针 然后不加不减 勾置四个短针 按照两个短针加针 四个短针这样的花样 我们共勾置两组 这一圈总共勾置16个短针 第三圈 第三圈勾置完成 开始勾置第四圈 我们先做一个短针 接下来做两个短针加针 然后不加不减勾置六个短针 再做两个短针加针 最后把剩下的五个短针 最后把剩下的五个短针 勾置完成 第八圈 第八圈勾置完成 我们勾置第九圈 先不加不减勾置三个短针 然后在第四个针目这里 勾置一个短针加针 再继续 不加不减勾置四个短针 随后再做两个短针加针 那我们按照两个三个 先做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四个短针 还有两个短针加针 这样的话一样 我们勾置两组 那这一圈 我们总共勾置二十六个短针 第九圈勾置完成 我们接下来勾置第十圈 先不加不减勾置十个短针 十个短针勾置完成 做两个短针加针 然后再不加不减勾置十一个短针 十一个短针勾置完成 我们还剩三个针目 将前两个针目分别做一个短针加针 最后一个针目 最后一个针目勾置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针目勾置一个短针 十一个短针勾置完成 我们开始做两个短针加针 然后不加不减勾置十三个短针 最后勾置两个短针 最后勾置两个短针加针 后面还剩两个短针 那我们十一圈也勾置完成 接下来我们勾置十二圈到十五圈 全部都是不加不减勾置 三十个三十四个短针 第十五圈勾置完成 我们开始勾置第十六圈 先不加不减勾置十一个短针 十一个短针勾置完成 我们接下来要勾置两个短针减针 先挑第一个针目的外半针 再挑第二针目的内半针 将前两个线圈穿过 最后再穿过后面两个线圈 这就是短针减针 我们再做一个短针减针 总共做两个 好 那接下来不加不减勾置十三个短针 十三个短针勾置完成 我们再做两个短针减针 最后勾置两个短针 那我们十六圈勾置完成 开始勾置十七圈 十七圈是不加不减勾置三十个短针 第十七圈 第十七圈勾置完成 我们开始勾置第十八圈 先不加不减勾置三个短针 在第四个针目这里 我们开始进行一个短针减针 那我们按照三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 我们勾置六组 那这一圈 我们总共勾置二十四个短针 十八圈勾置完成 我们开始勾置第十九圈 先不加不减勾置两个短针 在第三个针目这里 开始一个短针减针 那我们按照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 勾置六组 这一圈总共勾置十八个短针 第十九圈勾置完成 我们开始勾置第二十圈 先做一个锁针 先做一个短针 然后在下面针目 开始一个短针减针 好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的花样 我们勾置六组 那最后呢 我们这一圈还剩十二个短针 好 我们第二十圈也勾置完成了 这时候我们要拉大线圈 进行一个断线 留足够长的线进行缝合 并同时 我们进行一个填充 我们填充完成 这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 把它捏扁进行一个缝合 我们这填充的时候呢 不要填得太薄 太薄的话 它都成为立体的了 我们稍微的 然后把它扁扁的 这样子会更好看 我们把它捏扁 然后进行一个缝合 就对应的 对正的缝合 六针与六针的缝合 一分为二 这时候缝合的话 我们全部都是以条外半针 就调离我们近的这个边 然后进行缝合 两边都调外半针 调完之后 我们就隐藏线头 整理一下 我们开始进行 缝合我们的 离底头 我们的离狗 好 隐藏一下 最后我们在 这个底部呢 做一个十字形 缝出来一个十字形 就可以了 然后轻轻地拉一下 要一个底部的轮廓 主体呢 这样一个离子呢 就勾制完成 那接下来呢 拿出我们的这个胸针 然后把它缝弄在一起 就可以了 后面有绳 你可以缝起来 然后我用的是胶 把它粘起来的 这样一个小巧可爱的 离子胸针就勾制完成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好 然后 发生了 这样一个有关 就要 在这个腹调 静谷 在这边 有剩余的 踢 这边 全心 至少 看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